不少业者利用广告夸大宣称食品、化妆品具有疗效 吸引消费者购买 因为这类的广告不时的消费争议频传 甚至还发生了癌症患者悟性广告 放弃了正统的医疗 反而使得病情恶化造成了遗憾 为了改善广告乱象 新北市卫生局积极地推动广告画面要加注警语 以维护消费者的权益 市府代表加上广告平台业者一字排开 转现公司协力和谐模样 为了这几家平台的产品广告画面 都会加注本产品非医疗产品不具医疗效能 这句经语 那行政单位应该要在做什么事情呢 我觉得要去把这个秩序 这个消费的秩序要能够重建 尤其经过了过去好几年 主要是食品 让民众非常的不安心 包括保健食品还有化妆品等等 近年来不少夸大广告 都会让消费者误以为产品具有医疗效能 产生了不少消费争议事件 甚至导致患者延误就医 新闻市府就率先推动加注警语 虽然有一些业者可能因为不了解的法规等等 产生很多的争议 但是合法的业者都愿意尽量降低这样的争议 所以四家电视沟业者跟今天来出席的两家的工业商 我想都非常非常乐意 跟新北市政府能够来展开这样的合作方式 目前法律并没有强制要加警语 不过几间传播媒体和广告商领先业界和市府合作 建立新秩序 就期待未来消费者能正确认知商品功能 减少消费悲剧发生 记者成长年区新北市藏不倒